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忙人 东家长 西家短 专帮人接南天 饥饿如愁 不记得是忙腔热 提前退休 行不下岗 还得拨几会儿啊 有一个大杂院 住着街坊和四铃 新朋友旧相识 有事没事串哥们 赵钱孙礼 鸡毛蒜皮 锅娃儿 长篷 瓢盆儿 用我心欢意心 人间她有真情 爱家吃完了 我说你往窗外边探头探脑都看什么呢 是不是要等那个陆总接你一块上班呢 我可告诉你啊 你们俩天天这么双出双路的 早晚有一天 行了 妈 谁等她呀 我们陆总昨天已经出差了 出差了 好好好 这一出差就得走十天半个月的吧 好好好 她要是出国了才好呢 她要是这一去不回来才好呢 她要是这飞机半道上再出点什么事 给她搁的一荒岛上 在这待一辈子得了 爸 您跟人家有多大仇啊 那当然了 谁让她老惦记我闺女的 我说你们陆总也出差了 你还等谁啊 赶快自个儿麻利上班去 自个儿上班去 我突然觉得吧 上班也挺没意思的 为什么呀 是不是你们陆总出差了 你觉得上班没意思 这可不行啊 那你这上班为了什么呀 你给我说清楚 你说什么呀 我自己都不清楚的事 我怎么给您说清楚了呀 那你不说清楚不行 那就甭上班 你本来我就不想上班 那你要不说清楚 你还得给我上班去 上班就上班 其实也没什么事 可能因为这两天工作比较忙 我有点累了 本来想跟家歇一天 您还非不让我歇 闺女闺女 累着了孩子 歇一天歇一天 咱歇一天 真好 你跟家也可以陪妈好好说说话 妈中午给你做好吃的啊 妈妈妈 您要真想让我歇着啊 您就最好别跟我说话 也别跟我做饭 你这一点都别打扰我 就让我一个人 这么清清静静的 妈 要不然 您就上我姥姥家 躲一天去吧 为什么呀 你好不容易跟家待着 你 你要不容易就算了 那我就只好不在家了 你这是为什么呀 当然了 我在家陪您说一天话 比我上一天班还累 那我还是上班去吧 别别别 你看你好不容易想歇一天 我得心疼你 那还趁妈出去躲一天吧 妈 您看您这多不好意思呗 没事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您晚餐之间不许回来啊 爱家 请进 请坐 喝水不喝 不喝 对了 小盒子有点糖 没事 您甭打了 来 吃点糖吧 就是怎么想起串门来吧 平时没这习惯呢 就是那个 今天吧 我觉得有点累 没上班去 爷爷跟家里待着吧 我嫌烦 上班嫌累 挨家里嫌烦 合着怎么都不合事 年轻人 千万不要荒废光阴 没事的时候 多看看书 学习学习 你看我没事的时候 我就看看书 就这麻将秘诀呀 这不是麻将秘诀 这还有书个牌打法 这书多看看没坏处 书到用时方很少 哎呀 在这瞎翻什么呢 哎 我们陆总晚上盖这么点 也不知道少不少 啊 啊 啊 我说我说我们陆总平常跟您这住着 麻烦您了 哎不麻烦 不麻烦 哎 这事好像不应该你替他那么客气吧 啊 啊 我的意思是说吧 我们陆总他脾气不好是吧 您那个多多包涵 别跟他计较 哎 那是当然 哎 这事好像也不应该你来关照吧 啊 哦 我那话是说吧 就说万一他要哪天一不留神 要把您给得罪了 您一定看在我的面子上 您 那是那是那是 哎 这话也不该你说呀 反正啊 我就说我们陆总啊 哎呀 你就别陆总了 哎呀 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吧 嗯 啊 没事 没事 瞎聊天 瞎瞎聊聊 哎呀 平常您跟陆总不是也老一块瞎聊天吗 哎 对了 平常聊到我的时候 他都怎么夸我来着 哦 啊 啊 明白了 我说你干嘛来了呢 赶紧上我这摸底来吧 谁呀 谁摸底 摸什么底啊 这跟我没关系 嘿 哦 他跟别人没关系 他跟你能没关系吗 没关系是吧 行 那陆总说你什么 我就不告诉你了 没关系吗 他本来都没关系吗 我们陆总怎么说我来着 他是那个 他跟你没关系 我告诉你干嘛 听着玩呗 再说了 那现在虽然没关系 那将来呢 说不定 那就等将来再说呗 你要真爱上他了 等到那个时候 对了 潘叔叔 您说 什么叫真爱啊 真爱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标准啊 嗯 这 什么叫真爱 嗯 你不能光用嘴说呀 你得真看上他了 瞧上他了 真喜欢上了 真下决心了 你们俩到老的时候死个埋在一个坟堆里头 哎 死活都不分开了 死活都不分开了 嗨 说来说去就是结婚呐 您觉得只要俩人结婚了就正爱啊 那当然也不能都算了 关键是这死活一块你要不愿跟我结婚我宁可死你要被别人拐跑了那我就杀别人你一二半跑了也你一块杀怎么样够狠吧这还不算真爱吗不怎么样先不说什么真爱假爱的 上来先死三个人 再说了这光喊也不能说就说爱吧 那 反正你关键的时候你该狠就得狠你比如我交头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我一个星期给他写一封情书我整整我坚持了一年 这也不能叫狠吧哎我听说外国有一男的哈每天给他女朋友写一封情书整整坚持了十年到最后终于有结果了那个女孩嫁给那游底员了 啥什么结果我情况跟他那不一样 我知道你的女朋友一定没嫁给游底员吧她是不是嫁给游政局长啊 我说我写情书啊我我我一星期给他写一封我这可是都是血书啊 你鲜血书啊我这活活我写了一年啊 啊血书活活坚持了一年 哎呦炭叔叔那可真难为你啊到现在居然还能活着 你抽您多少血啊那您那会儿比现在那还得再胖一圈吧 我怎么想象啊那您得胖成什么样啊那您走起路来那还不得是 行行行行别想象了别比划了我这胖成那样的我还能给人家写情书吗 谁能看着我啊那个时候我比现在我瘦一圈 哈不会吧都瘦成那样了那你怎么一星期抽一次血给你女朋友写血书啊 是啊是写血书啊可是这写血书他不是用我的血 给你女朋友写血书不用你的血那用谁的血啊 谁的血都不用我用的是兔子血 你给你女朋友写血书用兔子血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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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改用鸡血了 您是朋友活活的吃了一年的炖母鸡呀 哈哈哈哈 你哪能老用一招啊 你到后来再给他换一招啊 别说了别说了啊 您这还叫真爱呀 连假爱都算不上 纯属蒙人 嘿 蒙人是吧 啊 蒙人那你甭听了 哎 陆总讲你什么话 我又不告诉你了 蒙人吗 我蒙你你还听什么呀 开叔叔 这我要听 就算是梦我 我也要听 哎 你这就算是其中一个标准吧 啊 呃 比如说你特别的关注陆总 就是关于陆总 什么消息你都特别关注 呃 不管是真是假 你都愿意听 哎 你就是爱上他了 是吗 难道我真的是 嗯 这 这 这不可能 大家的 一个潘大庆 他自己就刚离婚 他就是这方面的失败者 是是是是 我也就是那随便聊聊 这也就是在路上啊 正巧碰上你 你说我总不能因为这种问题 专门去居委会问你吧 哎呦这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从理论上探讨一下 最多呢是为将来实践呢 做点准备 好啊 要是理论探讨 要是理论探讨 那就更是我的强项了 我还就不愿意纠缠什么具体的麻烦事 你先把你的问题再说一遍 就是吧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 嗯 让我感觉吧 怪怪的 嗯 我不知道他自己 是不是爱上他了 嗯 那这个咱们就不具体说了啊 我就是想从那个理论上啊 分析一下 这个爱情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界限 也就是说过的这个界限就是爱情 这就幸亏是你问了我了 你要是问别人他还未准知道 呦 这么说啊 你一定知道 那当然了 我不光知道 而且我知道的答案啊 还分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爱的标准 一种是深深的爱的标准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想先知道一下这个普通的爱的标准 普通的爱啊 就是说你宁可为他去死 完了 什么 为他去死 我的天啊 这才是普通的爱情 普通 太普通了 这刚哪到哪啊 严格的说 这都还不能叫爱 我的天啊 都为他去死了还不叫爱 那是深深的爱 得什么样啊 深深的爱 你注意听啊 就是说 你宁可去死 也不能让你心爱的人受委屈 你听明白了吗 我 不明白 为什么呀 凭什么他受委屈 我就得死去啊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不值钱呢 那爱情嘛 就是不能讲道理 你就这么去死了 你还得乐 高兴 活不难跳 死得好 死得直 死得其所 真是祖上有德呀 祖上指不定缺了什么德呢 哎呀 梁丸姐姐 你这些歪理都是从哪听来的呀 这怎么能叫歪理呢 你听说过 车尔尼雪夫司机吗 司机没听说过 那你也一定没看过他的怎么办吧 我还管他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怎么办 是他的代表作品 里边写了两个男人 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 一个是普通的爱 就是说 我可以为他去死 我宁死也要得到他 另一个是深深的爱 他觉得 他们俩同时爱上这个女人 会让这个女人感到为难 而他是宁死 也不愿意让他爱的这个女人 因为他的原因而感到为难 受到委屈 所以他退出了 这好像也不太合情理吧 这叫什么标准呢 当然 这两种标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稍微高了一些 旗帜稍微 简直是高不可攀 那咱们就说再低一点的吧 你知道别林司机吗 算了 亮你也不知道 别管他是谁了 反正他又提出了另外三种标准 还有三种啊 就说今天那标准问题啊 那个刘强给我说了好多种 潘叔叔说了几种 刚才你呢又说了两种 现在还有三种 哎呦 怎么这么多呀 这还早着呢 这还只是说了俄国的一些代表人物 下面我还要说法国的 英国的 以色列的 沙特阿拉伯的 反正礼拜里 怎么也得一百多种 你要这么一说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怎么就解决了 我还没说呢 你不用说了 要真有一百多条标准 那么就等于没有标准嘛 慢走啊 梁兰兰找你说什么来了 我怎么一进门 他就不说了 不是他找我 是我找他 没什么 就是一般的闲聊呗 哎呦妈 不跟您说好了吗 这晚饭以前您不许回来 怎么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 您就回来了 真是 好不容易歇一天 早上聊个天都聊不通话 我这暴脾气啊 合着你把我轰出去 跟外边待一天 你找别人来陪你聊天 你这不存心气过的吗你 你还不痛快了 那我就更不痛快了 哎呦妈呀 我们就是那个随便聊聊 再说我们聊的问题都是您不懂的 嗯 什么问题我不懂啊 那那那那不懂我也可以学吗 这您就不用学了 您学了也没用 怎么 哦 怎么你们学了就有用 我学了就没有用吗 你这是聊什么了 聊什么了 那说就说 就是关于爱情方面的问题 怎么样您学了没用吧 嗯 嗯 哦爱情方面的 我当然 我当然学了有用了 不一定是我自己要用 我可以留着教育你啊 哎 具体说说 具体说说 那我去具体说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 也就是说吧 怎样判断一种感情 它到底是不是爱情 也就是说这爱情本身呢 有没有固定的标准 或者明确的界限 就这个 太简单了 就这问题 还简单啊 太简单了 以前你们是怎么教育我的 是我认死灵 你这也叫认死灵 每个人不一样 是吧 每个时代不一样 每个社会不一样 那哪能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呢 肯定是根据具体情况啊 是啊 我后来也是这么想的 我的具体情况呢 哎呀妈 那就是谁让您说 你让我说 那我就不能说了 我说了是 仅供你们参考嘛 具体说我的情况呢 也就是说 我的爱情啊 什么 爸 您也有爱情 跟谁啊 什么跟谁啊 我还能跟谁啊 跟你爸啊 什么 您跟我爸那也算 那我倒还真想听听啊 当初啊 我跟你爸搞对象那会儿 还没怎么谈呢 我二姨又给我介绍了一个 那条件 比你爸还好呢 我当时 我就想着怎么办呢 哎呀 我跟你爸这事 到底有戏没戏啊 能成不能成啊 我到底看上他 没看上他呀 或者 就像你们说的 我到底 爱他不爱他呀 哎呦妈 您 您当时也是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是啊 所以我就想啊 哎呦 什么叫爱呀 爱得有个标准呢 那我怎么知道 我是爱他呀 还是不爱他呀 哎呦 您跟我想的一样啊 哎 后来您找着这标准了吗 找着呢 后来我就想啊 你爸这人老是巴交的 他这辈子要跟了别人 我还真不放心 我怕他受人欺负 那算什么标准啊 他跟了您 您也没少欺负他呀 话不能这么说 一家人吧 当时我就想啊 哎呀 他这辈子要是跟了我 我不一定幸福 可是他要跟了别人 我就一定不能幸福了 为什么呢 要是别人对他好 我生气 要是别人对他不好 我也生气 甭管我以后找了一再好的 我就成天那么生气 我也幸福不了了呀 哎 等等等等 让我想想啊 也就是说 假如呢 你要是爱一个人 尽管你跟他在一起 不一定会幸福 可是呢 你如果要是失去他 你就一定不幸福 有道理 哎妈 别说 这么多标准里头 还就属您这条 最有道理 有道理 我还有十几条呢 我一块跟你说说 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条啊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关的闲事 还是得关 虽说昨天像一阵 不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 也不算完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气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顾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早恋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 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余热 还不迟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有个信念 你说你忙不没时间